大家知道就是從英格蘭至今 就是有幾位女王嗎 好 公文答案 好 先看我的 六位 或是三位 六位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對的 嗯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第一位是瑪麗醫師 就是鼎鼎大名的血腥瑪麗 第二位是伊麗莎白醫師 就是我剛說的雙龍鎮 那時候的英格蘭女王 就是伊麗莎白醫師 他就是醫師的 但是他們中間其實有一個叫做 真葛雷的女王 但他只有當九天 而且他的繼承權不被認定 所以那一位就是 那一位的有爭議 所以拔死前的話是六個 不算進來的話 那麼是五位 哦 原來有幾位女王 然後維多利亞就是 大家都知道日不落帝國時期的 那個維多利亞女王 再來就是伊麗莎白醫師了 哦 所以是五位或六位 目前王室裡面最受歡迎的成員 除女王之外 大家知道人氣第二高的是誰嗎 哦 也是凱特王妃哦 對啊 為什麼 凱特其實 其實他就是嫁入王室以來 其實也都形象非常的好 不論是笑容 或者是一卓 都無懈可敬 嗯 一卓 是 真的 所以凱特王妃的人氣非常高 哥哥也不錯 哥哥的人氣超越爸爸啦 大家都知道 唐妮姬 欸 賴瑞 真的 賴瑞 賴瑞的雞 對 他真的 他的太子 貓一定是第一名 你知道英國女王的生日 跟他的公開的生日 其實是不同日期的嗎 難道是晚報戶口嗎 不是 是因為英國女王啊 就是他是女王嘛 所以全英國人要幫他慶生 對 其實生日是四月份 可是四月在英國天氣是很不好的 就是還是英語聯盟天氣 所以為了要讓大家可以在一個 適合的天氣狀態下幫女王慶生 所以他的官方生日是六月 哦 所以大家幫女王慶祝婚 慶祝她生日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她真正生日的時候 哦 除了這個冷知識之外 你今天還告訴我 我們剛剛還看到嗎 女王很喜歡游泳 你還告訴我一個很有趣的冷知識 女王除了真正的生日是四月之外 她也喜歡喝一杯 對 喝三杯 可是我覺得就是這樣的理性飲酒 很健康呀 對 而且有一個SOP 她有一個SOP 就是因為她喝餐前酒 餐中的時候喝一杯紅酒 然後飯後喝一杯飯後酒 就是她一個固定的流程 對 而且 你知道女王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嗎 是首相那隻賴瑞嗎 牠不是貓人 牠不是貓人喔 牠不是喵心人 不是喵心人就狗心人啦 汪心人 是的 是汪心人 女王 而且女王特地喜歡某一種狗 真的 牠有過一系列的科基 科基家族簡直是 科基就是因為 是 喬治六次送給了伊麗莎白女王 第一隻狗 然後就一直養著 一直養著這一 就是一直養著科基家族 嗯 還有一個有趣的小知識 嗯 大家知道 女王從她上任以來 她任命過幾個首相嗎 我覺得有一句話很適合女王這70年 就是貼打的女王流水的首相 哦 你看70年就那麼一個她 但是流水的首相 我這真的是猜 我覺得我這好像不夠流水 差不多了其實 嗯 很流水的 十一人 所以總共有14位首相 14位首相 在她的70年的在位期間 對 有任命的 英國首相官邸就是 流水的首相 鐵打的賴瑞 鐵打的賴瑞 欸 說得好耶 你看賴瑞在首相官邸這麼多年了 她都就是第一貓沒有換 但是 對 是可以 手相換了 超好圓 我對 超多後 快잔 第二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